如果家里拥有一间云南米干店 生意非常的好 每天都会卖出上千碗的米干 这样还需要创新吗 这位米干老店的第二代 就不甘于守城 而是选择自我挑战 彻底颠覆云南料理 像是把米干变成 非常洋派的焗烤千层面 过年期间才会吃的云南香肠 搭配面包化身西餐 各种年轻化的改造 让米干老店扩展为13个品牌 中西餐统统包下来 今天白墙镂空十字架 五十年历史的老教堂 变身小资情调餐酒馆 老眷村里的云南米干 也在这里展开食尚翻身大作战 云南这边也觉得很特殊 因为在这边吃米干是 非常多家四五十家吃 但是还第一次有人说 把它做成像焗烤 在一个西餐厅的范围里面吃 有出我意料之外 从来没看过 这样子冻的一个米干 没看过 老涛大感兴起 因为焗烤洋派的外表下 是经典的云南老灵魂 传统米干搭上家常番茄哨子酱 乍看跟意大利千层面 有点撞山 很像啊 其实很像 我觉得各国有很多食材 其实像我们常常出去国外旅行 我们都觉得 这跟我们的云南菜也有点像 这也跟我们有点像 其实是我们也跟人家很像的 大陆是全球番茄种植密集 最大产量最多的地区 其中云南是重点产区之一 番茄因而成为酱料主角 加上洋葱来点香料搅肉 熬炒过后就是云南家常 其实我们云南人从小吃这个 少子酱我们都是拿来熬汤底 或是拌干面 它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台湾的卤肉饭 王恩宁是云南米干老店的第二代 从小就看妈妈拿米干煮成汤面 汤汤水水忠实印象 是当地老眷村的小吃代表 她却想着要突破既定印象 我们像整个中山青春 有五六十家米干店 它等于是中山青春的 一个很核心的商品 一定有办法让它有不同的呈现 这个是打从我心里 就觉得是有可能的事 为了彻底改头换面 王恩宁帮米干换上西装 从分量大小 起司配方 进行过各种测试 家族长辈一度要它不要坚持 的确身边的人会说 你就不要试了啦 就试别的好了 你之前就是规规矩矩做就好了 你干嘛把它一定要搞成型 家里就会说叫我不要想这么多 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 是长辈最会给我的一句话 长辈常会说不要那么急 对啊 我就心里想说 是你们太慢吧 我常常会觉得 也难怪长辈不及的创新 毕竟老店已经有40年历史 是人气排队名店 掌管央竹的舅舅天天早起上工 赶在开店之前新鲜现做 我们的米干的话是用纯再来米 跟那个再来米的饭 混合在一起把它磨成米浆 那每天的话就早上蒸 隔夜的话就比较容易 跟饭一样会变硬 所以口感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的话每天都要做新鲜的 对 才口感才好 才比较好吃 20年前当同一邻居 还靠着手工姚蜜浆搬蒸笼 舅舅已经开始建置中央工厂 靠着长长的隧道式蒸香 省去人力搬运 出炉之后还有特制流水线 直接哽水降温 轨道上一条龙作业结束不断 一天至少做出五千万米干 主要是用那个木炭 早上烧火 对 就一片一片的蒸 一片一片的拿电风扇去吹 然后太占空间了 因为现在量太大了 对 所以如果是全部都手工的话 又可能做不出来 对 没办法供应 老店营收稳稳当当 廉价期间还得加班蒸米干 才能够因应来克量 以眼前的营收 确实看不出改变的迫切性 王妮却不愿意守城 尤其是云南香肠 让它很有危机感 小时候吃是很容易吃得到 很普遍 但现在这几年 会做的人就越来越少 就比较少看到 大家都会问说 云南香肠是什么味道 不同于台湾 多半以绞肉做香肠 云南妈妈更喜欢 薄切肉片维持快快肉感 调味香气也很有辨识度 多了香菜籽 干辣椒 是云南年菜的基本班底 那我们是用煮的 因为煮下来的汤 还可以去煮别的青菜 对 我想起来 小时候那个香肠 拿去煮那一锅汤 不会煮那个长年菜 对 会煮那 会煮一点青菜 然后青菜吃起来就好香 因为汤底就被香肠熬过 我现在想起来 你也不用放油 然后也不用放什么盐巴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 这样整条是没有切的 来台湾才知道香肠是要切 我们都是煮整条 然后弄一碗饭 就是跟香肠这样吃 母女俩再熟悉不过的 年纪经验 对台湾人而言 样样都是新鲜 就怕自己的家常味 在台湾逐渐淡去 往您再做尝试 有点刻意要去营造一个 这种比较西式的氛围 现在人都吃气笨 所以用一个新的手法去呈现 就让更多不同类型的客人 接触到我们 要不然通常像这种东西 只有传统的人 比较家里的长辈会买 像我们这种三十几岁 我们在家 我们也不会买个香肠给孩子 比照欧洲香肠 换上QQ卖相 但本质依然不脱云南本色 烧子肉酱云南香草不断堆叠 再来一块面包跨界点缀 力图摆脱年节限定 转换为时尚日常 基本人每一桌都会点一个香肠 跟一个焗烤米干 会觉得好像在家里面 就有帮上忙这样 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总觉得说 就是很努力在推广 我们的云南美食 因为你看我是云南人的第三代 我总觉得 如果我不把这一个东西 去做推广 或者是做传承的话 我的孩子可能也不知道了 有了西餐经验 往民进而延伸到 甜点冰淇淋 如今全集团有13个品牌 年度总营收超过3亿台币 从转动米干到中西通吃 云南新生态的点子与执行力 果真都遍布想象 什么你还没按赞 都几点了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好不好 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不停要按赞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